圈中著名的鸡迷郑一剑出席游戏激活动 更急上与三名从日本来的游戏制作团队打大佬 不过一剑出师不力 在游戏中连死两次 最后更为打赢怪兽而惨被队友牺牲 事后一剑自爆游戏刚推出时 曾坚持负伤打击 不过他就死穿自己不是沉迷 我讲清楚我不是经常玩游戏 但是如果有空的话 很像做运动一样 我会安排时间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乐趣 我觉得每一个玩的 比如运动也是过量也是会影响 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当时收拾一下 还是检验一下可以 被问到经常打电玩 老婆蒙家慧会不会慢 这一件表示蒙家慧也有玩 不过彼此喜欢的电玩类型不同 这一件更感叹 现在圈内很少志同道合的人 就连一度钟情电玩的死党古迹机 也以身体理由拒绝跟自己联盟 很难找现在 现在在圣里面玩游戏的人 我觉得不是很多 还是他应该偷偷底 就是很秘密不展出来 因为是我跟古迹机长过 他说不会不能够玩了 他太沉迷了 所以他不会 我要告诉这个游戏 但是他说不能够 如果要开始就不能够停下来 另外 郑一剑一直坚称 与老婆蒙家慧不打算要孩子 反观 最近TVB的艺人陈豪和陈英威 就凤子成婚 被认定是幸福 郑一剑立即对陈豪表示祝贺 但他就表示自己并不羡慕 也不愧了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 习惯 风行娱乐香港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